聯淑華小姐,請保持縮靜 是你說什麼就什麼 今天來到這個這麼重要的會議 但竟然劉局長是可以不在 可見他們想聽、聆聽民意的心是有多麼大 對於官員多次所謂的落區 其實都挺陰濕 陰些陰些地落區 那次又堅尼地做所謂的政改宣傳 真的想問你們一句 到底你們是知道自己太討厭 怕被人打還是怎樣 你們這樣下去就當自己落區 連林鄭也有面子去雞容 抱歉,是姜容 不是,是周容 你們這樣跟掩耳盜鈴有什麼分別 好吧,一群堅尼地 一個稍微文望高一點的高永文 以為他已經像一個人 怎知道原來又是堅尼地 為什麼堅尼地? 就是因為他選擇 只會把適合的說話入耳 不適合的就變成爛了 大哥,你幾歲了 真是面子給人家自己丟 整天譴責示威者暴力衝擊 你不如說說你們之前暴力清拆東北 趕走牽訪戶,你們是不是更暴力? 不要跟我說說犯法 你的朋友六八九五千萬那件事又怎麼算? 不要漆警,資深的律政司又去了哪裡? 不是上星期六的公聽會 我都不知道原來譚主席那麼脆弱 一句粗口就趕人出場 這些利用權力去無視人民聲音的方法 你們會不會比我們示威者更加暴力? 你們被人罵到這樣 還可以繼續笑面認人 我除了欣賞你們夠無恥 真是想和你們說 對著你們這幫衣冠琴 我真是粗口都懶得說 因為粗口都表達不了你們有多無恥 2017一定要得 到底這是什麼口號? 霸王牙上宮? 葉劉? 蔣麗芸? 林鄭? 三個讓你選你會怎麼選? 算我真是代不下 你們這幫官員喜歡吃垃圾 不代表香港人都要聽你知的 跟你吃垃圾 所謂一人一票 名義上看似人人有選票 實際就是擺一堆冷鏟給我們選 劉少佳都說 普選結果只屬參考? 特首啊 不就是等中央任命? 我是你們就夾好口供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還有面笑笑口說一人一票選特首 如果官員你們還想織一些陰德的話 希望你們趕得像在晚年做一些人做的事 另外亦都希望所有泛民企硬 不要出賣香港人 港元是這麼多 我提醒大家在這裏發言的時候 是不可以說粗口 不可以說諧音的粗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視之為行為不檢 會請工作人員帶你們走的